由韓國製作的RPG真名發展 今晚晚終於回來了 第二集繼續由韓國知名插畫家 金亨泰擔任角色設計 更加請到多位知名聖友配音 畫面質素方面更加大幅提升 無論是觸覺、視覺和聽覺 都會有極佳的享受 遊戲包含了功夫感 故事性非常強烈 在幻想世界裏面 同巨獸、精靈、小人等不同種族共存 宰上謀潮三位、軟禁公主 幸好公主逃出生天 而且還組織南部軍進行反攻 戰鬥系統結合了即時和回合制的特色 而且每個角色都有兩種不同的戰鬥風格 打起來就自然更爽快 由於Final Fantasy又威猛又凶惡的飛龍 巴哈姆特實在太出名了 所以8月份 Square Ennis將會在NDS推出一款 以它做主題原創遊戲的Blood of Bahamut 在遊戲裏面這次就要反過來 跟巴哈姆特對決 聽起來都很刺激 這款遊戲採用ARPG玩法 玩家可以操縱著七位主角 挑戰飛龍巴哈姆特等等的巨大召喚手 而成功完成任務之後 可以得到不同的素材作為獎勵 打造更加厲害的神兵利器 遊戲還可以四人聯機 合作打低實力強勁的召喚手 如果你喜歡玩Mon Hunt的話 這一種類的遊戲就適合你了 如果有看開我們節目的話 應該都有聽過 《決戰時刻現代戰爭2》 既然今次又再一次和大家介紹 當然是有新料告訴大家 就是近日廠商已經正式放出 遊戲多人模式的片段 一向系列都是以多人模式最為吸引 有片又怎可以不和大家分享 就好像上一集一樣 多人模式將會有更多 單人模式舞的地圖給大家玩 而且在解鎖遊戲裝備方面 將會比上集更多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裏面的桌面窗口 所有東西都可以捨得爛 就知道遊戲有多真實了 一定給你真正的打仗感覺 遊戲11月就可以玩了 是不是很期待呢